高启啊 是 依你判案 这个礼宾该怎么处置啊 礼宾霸占司马侠之事 以令人发指 再从壮志上看 礼宾劣迹斑斑 民愤极大 娘娘 晚生一位 此人当战 是啊 娘娘 治乱必用重点 你亲你的告示上也是这么说的 孟父子说过 不忍者在高位 是波齐恶于众也 礼宾不杀 难凭民愤 是啊 刘伯温担心的也有道理啊 李宾的靠山是李善长 他可是当朝的丞相 娘娘 我回来了 刘大人住得很近 你怎么这么晚才到 回禀娘娘 我赶到刘大人家时 他已经去李丞相家了 坏了 他们是不是吵起来了 娘娘说对了 我翻墙进了丞相府 听见刘大人和李丞相 吵得不可开交 刘大人要管要查办 李大人不让管不让办 这个刘大人哪 真是个舒呆子 娘娘 刘大人可是诸葛在世 智谋抄群哪 那是用兵 他确实光明坦荡 一身浩然之气 一颗不宁之心啊 只是对这些势均力敌的小人 也用这一套 那可太愚蠢了 李斌真是不可救药了 又有恃无恐一条恶狼 要么不打 要打 就一棍子打死 打也可以说不打 立而幼之 乱而取之 这得动点脑子啊 杀李斌 就得让他无话可讲 让李丞相无法可保 让皇上回来无法挑剔 娘娘 你这一细话 晚上毛色躲开 要是我没说错的话 李斌这几天 一定是在丞相府 你就不能收敛一点吗 你也太不过长脸了 大人 刘伯文吃饱了 剩的没事干 他偏要整我 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自己干的那些蠢事呢 那算什么 我这是客气 要依着我的性子 早把司马一家全杀光了 你是国家众臣朝廷高官 不同于平常人 众臣高官就不吃饭不放屁了 就不能住大房子 大人 刘伯文他看着是整我 其实是整你 是要断你一条胳膊 这我比你明白 皇上不在京城 一切由你说了算 对了 皇上还说过 元征之箭不斩礼宾 我怕谁啊 那皇上也会变的 他金口玉言也能放屁啊 闭嘴 又可无声来了 皇上不狠毒 怎么能打败那么多对手 当上皇上呢 反正皇上不杀我 没人敢动我一根毫毛 那是他打天下事说的话 如今天下已经打下来了 你就不要再信那些话了 一战功成万古枯啊 照你这么说 我就一辈子住那小房子 什么也不干 任凭刘伯文他们来压制我 该怎么干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只奉劝你一句 不能受人以禀 行 又死了 又死了 这是第几牌了 第六牌了 再来再来再来 李叔叔 我看就算了吧 你下棋不爱动脑子 再来一百盘也白搭呀 那就下两百盘 你小子脑子好使 教教我 如今皇上丞相 都爱下象棋 如果我不会两下子 那多丢人啊 李叔叔如今也学乖了 已经完了 我要找找你家老子一半怪 丞相都当手 老爷 有声 是 说吧 大鹏又不是外人 跟我儿子一样 那我就说了 那你烦不烦呢 你看中的那个小女子 我已经给带来了 她顺从了吗 暂时还没有 得只猫也要关几天嘛 慢慢来 来了 快落脚 快把她抬上来 快点 快松开 姑娘 你让李大人看上 可是你的福分 我要是在年轻二十岁 放开 快把她捆上 快点 这是怎么回事 李叔叔 我记不太清楚了 这是你的第二十七房 还是第二十八房 把它给我 放 这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是啊 叫你放你就放 莫死什么 快把她抬进轿子里 走 快走 快点 哎 司马的房子搬了吗 我正要向老爷禀报 司马家的亲戚大财主沈万三派人来了 要求见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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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忘了很多年了 一对糊涂蛋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他虽然有钱 但一向窃官 再说我也认识大人 你认识我 做梦认识的吧 在苏州那是十一年前 大人声名赫赫 威风八面 你骑一匹高头大马在街上走 我才是来醉 跟在你后面跑 我心想秦皇汉武 官云长赵子龙 也不过就这样吧 是啊 那年我和朱颜章元帅 是在苏州住过 坐吧 谢大人 请 从那以后 我就做梦也想再见到李大人 今天大人李贤下士接见我 回去就是掉进江里淹死了 也值了 你可不能淹死 你要是淹死了 你老娘身边就少了一个 嘴上磨蜜的小乖乖 说吧 什么事 为了沈大才处姐姐家 龙潭湖边的那座宅院 那家人是犯了王法的罪民 是我保他们不死 他们以宅相谢 合理合法 关他审办散的屁事 沈大财主说 以大人的声望和地位 完全可以搞一座更大更好的宅院 他有 他没有 不过他有钱 嗯 钱也是个好东西嘛 说着干 怎么个高法 大人可以买一块地 重新建造 沈大财主找人算过 司马家的宅院 连通房屋在内 约只白银六千两 沈大财主加一倍 还带拐弯 给你一万三千两 一万三千两啊 我说过嘛 他是一万三 钱哪 大明通行宝钞 大明通行宝钞 没错 一万三千两 大人 人家既然把银子送来了 你就收起吧 大人 我带沈大财主和司马一家 谢谢你了 谢我什么 你不要司马家的宅院 他一家就可以安居乐业了 我说过不要了吗 没有 大人 你可不能 不能什么 我是什么人 你是大人 你是朝廷大官 我是不是大丈夫 当然是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大丈夫一言出口四 司马难追 你瞧见了没有 我一句话说出口 四匹马都追不回来 我要是不要 那不就成小人了吗 是不是 是 这宅院我是一定要要的 这银子我又没要 是他自己送的 对 这样吧 就给沈万三一个面子 宽限他三天 送告 大人 大人 什么事 你收了银票 得给我写个字句 什么 我堂堂的中书省都市 给你写字句 大人 那可是一万三千两 白花花的银子 事情没有办成 我回去空口无平 特定黄河也洗不清了 那你就跳长江了 你走吧 告辞了 不过李大人 四马难追 可不是四匹马 四爷临走的时候一再交代 你和李兵可要少来往 我有分寸 照你这么说 那李兵可真够胆大的 我看哪他八成会有麻烦 他怕什么 朱元璋都说过不斩他 谁还能动得了他呀 你别忘了还有马皇后呢 天底下竟有这样厚颜无耻的人 李兵的所作所为 已经玷污了我大明朝的威望 我们不能只打小恶霸 放走大汤官 任其贪欲无限的膨胀 大明朝就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这个李兵我是杀定了 这就假多兴不义必自毙 李兵是旧由自取 所以这个连环套要把他套死 刘老先生 你要做得天衣无缝 户部方面找一个可靠的人配合 臣明白 高启 你去安抚一下司马懿家 还有沈万三 我会派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是不要告诉他们任何事情 只需让他们知道李兵收了钱 他们从此过上安稳的日子即可 万生明白 刘大人 你这位大文豪 这次要屈尊做一次判官了 除恶无尽 绝不能留下任何隐患 臣照办 承恶扬善亦不容辞 老夫拿笔杆子的手 也钻一回刀疤子 这一万三千两银子的事儿 你为何要告诉我呀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吗 我可以上瞒父母下瞒妻儿 就是不能瞒大人 大人就是我的天 天晴了我就好过 天阴了就会下雨 李兵虽是粗人 可我不糊涂嘛 你倒是变得会讲话了 什么时候跟胡佣学成了 这银子人家既然送来了 受之无愧 却之什么 受之有愧 却之不公 一万三千两银子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不过对沈万三 也就是九牛一毛 是啊 有我的就有大人的 大人俸禄虽高 可开销也达 多大的黄山 多大的洞 这银子我留下五千两 那八千两就孝敬大人了 八五十三 两把抓干吧 意外之才 老夫可不敢贪哪 叔叔 你千万不要客气 我这可是诚心诚意的呀 那龙潭湖的宅院呢 照耀啊 你就不怕刘伯温治你的罪 他敢 我又没写自觉 谁拿他钱了 大人 那八千两银子 天黑以后我就让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别 别别别别 先放在你那儿 好 明白 我知道你内心的痛苦和矛盾 杀父之仇对于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抹平 世伯伯的话晚辈也反复想过 朱元璋是还不错 可不管谁当了皇上 还不都是一样吗 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远子不说了 就说那个小明王韩灵儿 还有那个汉王陈友谅 一个个都还没有成气候 就花天酒地胡作非为 跟朱元璋可不能比啊 再看你要杀的另一个人刘伯温 她今怀坦荡 光明磊落 至于马皇后 你更是心悦诚服 敬爱如母啊 我要杀的人不包括马皇后 她没有杀我父亲 朱元璋和马修英是结发夫妻 婚妻便可知其夫 夫人贤良不贪者 丈夫也多为青莲之恩 那天疏疏场的一幕 马修英和你痛打恶少李公子 大快人心 我准备在忠义水浒传里 再加上一段 那是马娘娘不是朱元璋 再说了 他们要是这打小恶霸 不成大贪官呢 那就看他们如何对待李斌了 敢动李斌 你就该打消报仇的念头 否则施伯伯就不再阻拦你了 刘大人 何事如此着急 跑得老夫气喘叙叙叙啊 李丞相先请坐 喘口气 好 请 都请坐 李大人 今天要开审一个朝廷重臣 所以丞相大人必须到场 审朝廷重臣 我怎么不知道啊 事情太紧急 来不及跟你商量 升堂 室拳 这个日子 宿敬 各位大人 我皇出身贫寒 最能体察民情爱民如此 最狠贪官污吏 愚肉百姓 已官仗势 瞧取豪夺 这一点 在大明律法中已写得明明白白 刑部尚书范大人 下官在 请问 官员贪污受贿多少量银子 便可以处以急刑 回禀大人 白银六十两 好 请坐 皇上去汴梁前 一再跟李丞相和下官交代 我朝出力万民瞩目 朝野官员应人人廉洁奉公 个个洁身自好 已赢得百姓之信赖 可现在有人 偏要迎风而上 逆浪而行 李斌 你知罪吗 我 你叫我 我有罪 你不但有罪 而且罪大恶极 如狡辩抵赖将罪加一等 刘老头 你胡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犯了猪头疯了 刘班子 别欺人太深 你个老兔崽子 我们怀疑人可不是软痴子 你要是敢胡说八道 诬陷老子 血口喷人 我砍下你的狗头 来人 在 慢着 李斌啊 刘大人 在例行公务 还不跪下 李丞相 你得给我做主啊 这刘蛮子 他最恨我怀惜功臣 他这是 住口 跪下 大胆离兵 皇上离京前 要我和刘大人共礼朝政 你们也是刘大人咆哮公堂 该当何罪呀 他都莫名其妙 说我有罪 我能不急吗 有罪无罪 是黑是白 但以事实证据说话 有什么好急的 何况刘大人 把我和这么多大臣请来 不就是为可攻关 我堂堂中书省都市 就随意让他栽赠啊 有罪认罪 无罪不咎 我想刘大人 也不至于干出无中生有 捏造事实 滥用权力 恶意伤人的事吧 对 他滥用权力 恶意伤人 刘伯奔 你说 我有何罪 我问你 你昨天是否用了 一万三千两通行宝钞 兑换成一万三千两现银 是啊 这又怎么了 这算什么罪呀 这银子是谁贿赂给你的 贿赂 谁贿赂我的 我问你呢 你问我 我问谁呀 受贿有罪 六十两以上就要杀头 这我懂 既然你说是贿赂 那你拿出物证来 你拿得出来吗 那这一万三千两的宝钞 是哪来的 这也用问啊 当然要问 那你还该问问 我这眼睛 耳朵 鼻子 是从哪来的 放肆 我问的是那一万三千两的银票 那一万三千两银票 是我自己的 是我自己存下来的 和皇上赏赐的 我再说一遍 那一万三千两银票 是我自己的 都记下了 都记下了 呈上来 遵命 给李斌本人看看 是 有无差错 没有 那你就签字画牙吧 你 你搞 搞什么名堂 在大堂之上 我当着各位大臣说的话 我还能反悔 叫你签 你就签吧 没事了吧 跪下 你有完没完 该我反告你了 等我问完你再反告我也不迟 互不适当孙云 下官在 关于李斌昨日用银票兑换白银之事 请你讲出实情 李大人兑换白银 所用的银票是伪造的 伪造的 假的 是假银票 不是 这 就是 就是 supposed to 宿警 听孙大人说完 这张假银票我带来了 请二位大人查验 这银票怎么能是假的呢 你少啰嗦 孙大人 你说这张银票是假的 证据何在呀 回禀大人 这张假银票伪造得很精致 几乎可以乱针 但伪造者也有两点疏忽 其一 大明通行宝钞未防假造 在正面左下角 都有很小的数字编号 这张没有 其二 银票的假层里 有户部尚书和下官的私人印件 这张也没有 孙大人 你是何时发现这张银票是假的 李大人用银票兑换白银以后 经办的小力就发现了 按照朝廷的规定 在户部用银票兑换白银 超过一千两者 都必须签字 李大人和他的管家李中才 在宝钞背面都签了字 请大人查验签字 孙大人 银票上的告白是怎么写的 根据皇上预指 宝钞的正面下方都印有如下告白 户部准奏印造 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 身伪造者 斩 告发者 尚阴 二百五十两 可获犯人的财产 鸿武元年 苏大人 以后 可获犯人的财产 二百五十三 便行 变成 一个 藏 三百五十六 一千二百五十八十八十英 还未干 那 那银票 是 是有人送给我的 谁送给你的 是 为何要送钱给你 是 是 是 平白无故的送钱给朝廷重臣 是不是贿赂 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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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受贿一万三千两数量特别巨大 除了死罪还要诛灭九族 行不上书 下官在 罪犯李宾收受贿赂 伪造假逼 所以一个偷听 刚才李丞相也说了 伪造银票杀头之罪 我完全赞成 为赞国法 诉将李宾管家等有关人员 急谈归案 明日五十三刻 在玄武湖边的北水桥旁 开刀问斩 遵命